话说在历史中 东汉末年时 要一落魄世家少年 此人侠干一胆 仗剑独行 游走兵荒 好打抱不平 常与强人等 一族等结交 年少称名后 担任官吏 引匈奴常骚扰边境 他领兵大魄 斩获千金 忽有威名 自始将这名青年将军 推入朝廷公府 延期九年 心碑人入赛 与叛乱千人联合 对抗大汉 此时壮年的他 也被朝廷派用 负责平定三州叛乱 随着不断的胜利与军功 战其手里 俘虏万余人 他也步步高升 并把钱财全部分给 下属官吏军事 随后又参与 镇压黄金起义 梁州之乱等战役 明扬天下 后又率军进京 讨伐乱党 随着权力 军力不断增强 曾经的少年 也被蒙蔽双眼 吞并有林 诛杀忠良 废地利心 树立权规不择手段 直到现在 众叛清零 惨死在 曾经最接近的 权力上 历史中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选择 是对还是错呢 只能留给 后世之然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